这是李嘉诚,是名副其实的香港大佬 从他的样貌上,你能看出什么信息呢? 大多数商人的履历都如同跌宕起伏的海浪 但李嘉诚的发家史却一路顺风顺水 几乎没有走过一条错路 所以这些年来,在李老板的身上 也出现了很多关于玄学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李嘉诚的黑白人生 香港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也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地方 穷人和富人住在同一个城市 却面对着两个完全不同的香港 它一面有高楼林立,遍地繁华的国际都市 一面有租不起房,只能被迫住在龙屋的普通民众 国际都市与龙屋民众形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对比 很多人认为造成这一切的舍作俑者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李嘉诚 比如在2013年时 有一篇名为《李嘉的城》的小学生作文 传遍了整个香港 其中写道,李嘉诚,名副其实 香港就是李嘉的城 他们为打工在遮风避雨 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 他们付出了那么多 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 由此也可见,李老板的地位出现了变化 在很多年前,李嘉诚还是一个商业神话 但是到了近几年 他开始从原先的李超人 渐渐变成了一个奸商的代名词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 李老板的商业直觉极其敏锐 在顺心万变的资本市场中 他几乎没有走过一步错路 关于李嘉诚人设的变化 和这极为玄学的商业嗅觉 还要从他的发家史开始说起 很多人都说李老板是白手起家 其实这只是个传闻 他本人在亚洲新闻周刊杂志上说明过 我不是白手起家 我创业的时候得到了妻子家族的帮助 李嘉诚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庄月明 庄月明是香港钟表大王庄金安的掌上明珠 正是因为得到了庄家的资助 所以在1950年时 李嘉诚就开了一个塑胶厂 然后短短几年的时间 就成为了香港的塑胶大王 从这里开始 李嘉诚的每次投资 都像是提前知道了结果一样 到了60年代 也就是武艺探长吕乐的成名时期 因为制度混乱 导致香港动荡 很多富豪开始抛售家产 而李嘉诚则抓住机会抄底 正式进军房地产界 后来社会趋劲稳定 楼市开始反弹 李嘉诚则一跃成为了亿万富豪 到了70年代 廉政公署成立 同时又爆发了石油危机 在产业洗牌和外部动乱的双重打击下 香港楼市又开始持续暴跌 而李嘉诚则又抓住机会 再次抄底 经旧复苏后 又借着土地带来的收益 一跃成为了香港的四大家族之首 可以说一路顺风顺水 至此 李嘉诚就彻底成为了香港神话 开始布局全港的基础设施 也正是因为这次布局 才真正让李嘉诚的名声 突然一落千丈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发现 李嘉诚对香港的天然气 电力 港口 零售业等多个行业的垄断 极大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比如说商朝百货业 在香港 有两个大型连锁超市 分别是百家超市和惠康超市 这两个超市 占据了香港零售业 80%以上的市场份额 其中百家超市 就是李嘉诚长江集团 七家的产业 在李嘉诚的操控下 只要有其他的零售公司前来 就会用自己的配套产业 联合打烊 比如电力 比如港口 又或者是地产 总之方法有很多种 另外百家超市 还联合惠康超市 要求供货商抵制加勒服 在2000年时 仅存的几家国外超市 也相继退出了香港市场 除此之外 还有宽带业务 物业公司和宽带公司联合的方式 在小区中极为常见 而李嘉诚则凭借自己的物业公司 与儿子李泽凯的宽带公司联合 从而又形成了香港的宽带垄断 相同的套路还有很多 有人曾说过 在香港的大部分收入 都要归于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地产 出门买菜做饭 要求他旗下的百家超市 买个护肤品 要求他旗下的驱城市 就连看个电视 安个宽带 都要求他儿子旗下的电信银科 与何逊黄谱 看到这里你会发现 李嘉诚这个人 似乎有很强的商业直觉 我们常说商场如战场 局势顺其万变 在如此激烈的搏杀中 还能保持一帆风顺 李嘉诚也算是商人中的个礼 于是很多人都开始分析 或许李老板有什么特殊的成功秘诀 由于香港这个地方讲究玄学 因此在李老板身上 也出现了很多关于玄学的故事 其中最出名的 莫过于庄月明楼 陈伯 以及香港中环大战 在李嘉诚和庄月明结婚的这一年 他是居尊买下了山顶别墅 深水万道79号 作为他们的新婚礼物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个好地方 自从到了这里 李老板的事业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开始进军房地产 并一步步跻身为香港首富 亚洲首富 自此之后 庄月明也加入了长江实业 开始全心全意的扶持李老板 但谁也没想到 到了1990年 一向健康的庄月明 竟然会突然离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有不少人怀疑是自杀 怀疑是李老板 找了一位叫做周凯旋的红颜知己 这才导致了庄月明的忧郁自杀 之所以会有这些猜测 主要就是因为庄月明楼的修建 庄月明去世后 李老板以悼念王七为名 在港大修建了庄月明楼 这件事在当时那的停火 因为有不少人发现 这栋楼前的烹泉 就像是香炉一样 而且楼旁的建筑 就像是棺材一样 更明显的就是 整栋楼的首幅电梯只有上行 想要往下 就只能走楼梯 香港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讲究玄学的地方 这一点从港片中也能看出来 所以在当时就出现了不少猜测 很多人认为在李老板背后 还有一个特别神秘的大师 这个人就是陈伯 陈伯就说是叫陈朗 我查询了很久 问了一些朋友 也没有找到什么具体信息 但根据一些名人采访 和香港的新闻来看 确实有这个人 而且据说李嘉诚的住宅位置 就是山顶别墅 山水万道79号 也是陈伯为他选定的 玄学这部分没有实际证据 所以我们就不做过的阐述了 大家可以当做是一个都市传说 另外还有中环大战 汇丰银行坐落于香港中环 于1981年7月重建 1986年4月启用 总高180米 一直被称为是香港风水最好的建筑 具体的说法有很多 但因为不太可靠 所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直到1982年 1982年 中营也拍得了中环的一块土地 并建起了当时香港第一岗楼 中营大厦 总高317.4米 共70层 出自于贝金明大师之首 这座建筑的外形 就像是一把三面钢刀一样 其中有一面 直至旁边的汇丰大厦 在看医学中 棱角代表着煞气 所以很多人都说中营大厦 是在破除汇丰大厦的风水 听起来有些魔幻 但在中营大厦落成后不久 汇丰银行确实又做出了动作 他在顶楼处建设了 两门长达17米的钢炮 而且直指中营大厦的棱角 也正是因为汇丰大厦的这次反击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一些传物 几年后 李老板也拿到了中环的一块地 位置就在汇丰大厦与中营大厦之间 用来修建长江集团的总部大楼 于1995年12月新建 1999年落成 从外形上来看 长江实业大厦 就像是个盾牌一样四平八五 总高283米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李老板定下的 高过汇丰银行 但是要矮过旁边的中营大厦 为的就是避开汇丰大厦的炮 和中营大厦棱角的对冲位置 而且四平八稳的建筑 确实也符合看医学的理念 自此之后 这三座大厦之间的故事 也成了香港最有名的都市传说 不过在我看来 中营大厦更像是这场大战的赢家 毕竟是背金明大师的手笔 而且还成了香港的著名地标 关于玄学这段 总之是有这么回事 但是真假不可考量 我个人认为 这个就像是大型企业 和银行门口的实施一样 就像是我们在修建别墅 房屋时一样 也会习惯性的在门口 放上一些代表祥瑞的吉祥物 还有过年时的灯笼 春联 更多的是出自于一种 对传统文化的延续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人曾说过 在香港 没有一栋摩天大楼不讲究风水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文化 只要不将其魔化 讲究于否 也无可厚非 包括他儿子的姓名 分别叫做李泽凯和李泽聚 一个水生木 一个金生水 比较符合传统文化中的五行观点 另外在2017年10月19日 李嘉诚曾在亚洲新闻周刊杂志上 写下了一篇文章 其中说道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 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 这一点很重要 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的人生 以及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 还有天使和运气 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个人还是比较性命的 而且也表明了 自己是个生意人 如果有错 请了法律来审判我 而不是道德 听上去就像曾国藩说的话 但实话实说 李老板要比曾国藩实在的多 再次说明一下 玄学这里东西不好证实 所以只有故事 并没有什么实际证据 自1993年开始 李嘉诚正式进军内地 并拿到了北京玉天下地款 直到2018年才完工 整个项目耗时25年的时间 另外在2004年 李嘉诚又以32亿的价格 拿到了上海鹿家嘴的黄金地段 同样也是一直持续到2016年 又以200亿的价格 卖掉了上海鹿家嘴世界会广场 同样还有在2008年 重庆南岸拿地 2018年又以200亿的价格出售 经中国经济周刊统计 李嘉诚从2005年到2013年 这9年的时间里 拿下了29个地产项目 其中有半数以上为完工 即算是那些完工的 也是严重拖延 而他则凭借内地的高速发展 通过倒买倒卖的方式 赚得盆满钵满 可以说没有给国家建设天砖加瓦 而是看准形式 抛下道德 收割祖国的发展红利 赚到钱后 李嘉诚又将目光看向了英国 同样也是一个套路 当时英国脱离欧盟 所有人都看空英国 而李老板则趁机抛售大陆资产 疯狂套现 大量投资英国的通讯 能源产业 当时还传出了李嘉诚买下 半个英国的新闻 听起来很是夸张 倒是也差不多 李老板差不多买下了 英国近二分之一的电信市场 近三分之一的供期市场 近四分之一的售电市场 到了2022年 李嘉诚又抛售了其在英国的资产 开始投资越南地产 具体什么套路还不知道 但我感觉还是同样的套路 李老板给越南带来了发展吗 不知道 但肯定给房价带来了发展 根据越南网的报道来看 2022年4月 胡志明市的房价 已经达到了每平3300美元 折合人民币差不多2.2万 虽然有疫情 但是房价的涨幅 却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房价这么高 收入怎么样呢 胡志明市的人口大约1200万 月平均工资 折合人民币2171元 2021年经济总量 为3808亿人民币 简单点来说 胡志明市的人 10个月不吃不喝 按时工作 可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 这还是一开始 可能未来几年还要上涨 还有越南首都河内市 下也达到了每平15000元 同样也是月平均收入2000元左右 怎么评价李嘉诚呢 李嘉诚常说自己喜欢曾国藩 那我想 他才是真正学到了曾国藩的精髓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